有放假啦 今天就要和大家去蘇生 蘇生是什麽山呢? 它是在天水圍內亭山的交界 如果去那裏 就可以看到天水圍內亭山之間的景 很奇怪 現在我一邊說話一邊被人忘了 不過不要緊 那裏是可以由高處去看這兩個地區的景 二來就是它很近到我家 所以我們決定去這裏 近近地霸佛街 又不用走那麼遠 大家明白的 想和大家補充 它就會由天池處走到大約1個小時 它的路程走上山大約半個小時 總共加起來大約1個半小時 我的速度 我不知道你們走得如何 這樣就叫做困難 是比較低 但是東山有些 起碼走3-4個小時 但是它中途比較少時多 所以大家去的時候 記得自己準備乾糧 或者吃飽 或者帶點水過去 否則 我也不知道你們會怎樣 報警吧 天水維西里站就在這裏 蘇山就在這裏 蘇山就在這裏 我們應該是過一條馬路 一直走 就會去到我們想去的地方 我們現在就 出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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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已經找到上山的路了 但是這裡有很多狗屎 對 應該是這裏 大家看看 我剛剛問了人 原來這裏是叫阿繼山 而不是叫蘇山 原來我拆了這裏 不過算了 有它吧 我不是走錯路 有個墳 剛才那個人明明說是這裏 好恐怖喔 冷靜 沒事的 沒事的 糟了 旁邊 好恐怖喔 媽媽 糟了 等一下 哇 很冷靜 沒事的 不怕不怕 我男人來的 男子漢大丈夫 不應該害怕這裏 應該是那裏 最多沒當合眼 不過有怪莫怪 小孩子不懂世界 大家看到嗎 原來這裏是圍村的祖先 不行了 現在很累 原來這裏 綿綿綿綿都會有山墳在這裏 哇 救命 好漂亮啊這裏 給大家看一下 看到嗎 看不到的了 不說了 一張照片給你們看 不論你從山底走到山的中間 都是沒有什麼很漂亮的東西給你們拍照 我想要到山頂才可以看到 如果有玩過相機的人都知道 如果你要拍一些很銀衛的東西 或者很厲害的東西 要是有景很漂亮 要是你的鏡頭很漂亮 要不然你就拍不出那個效果 這裏只不過是 上來用心去感受一下 很滑的景 嗯 我現在整個人真的很有味道 有感覺啊這裏有人踩PMX的 嚇死我以為一開始這座山姐 只有我自己一個 原來還有其他人的 實在太好了 好 這裏的路真的很崎嶇 給大家看一下 所以呢 有空的時候真的要小心點 Hello 我拍什麼 沒有啊 怕東西都是 好 麻煩你 好 麻煩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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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行山人士 通常都是比較有禮貌 不知道怎樣的 其實我第一次行山 是不是做到自己好像很浮沉 我們呢 還有 一小船路 就走到最高的山嶺 分嶺 山嶺 山嶺 這個景點 不是用相機可以說出來的 真的 像是以前中國的私人 他們沒有相機 那他們去表達他們感官的時候 就用不動字 這裏真的 是要自己走上來 親身感受一下才知道 不過 這裏的山路真的很奇怪 好累啊 好累啊 還有6D 終於來到 最高的位置了 我有一種 飽覽山海的感覺 英雄氣概 明就明 明就算 不解釋這麼多了 這裏很沉 這裏很舒服啊 這裡很舒服啊 好 好 剛才看到有一群群情侶走散 其實我也有 是你們看不到的 我已經幻想了一個女朋友出來 我女朋友一直都在旁邊 我們現在準備出發去那裡 那裡就可以很清楚看到整個藍田圍 還有看到深圳 應該是深圳 沒記錯 那裡是夏伯黎 夏伯黎隔著就是香港和深圳 可以去過去看一看 大家看到嗎? 這些是大理石 為什麼? 因為只有大理石 受到長期風化的時候 才會有這些白色紋 其實香港是很少找到大理石 為什麼呢? 因為我吹水 其實我不懂的 嘻嘻嘻嘻嘻 就是到黃昏了 我們現在找個位置坐下來看黃昏 希望有張船飛 可以帶我再見你 改變你 走越念頭鬼就怪我太念咎 大如當初為你電後 或者會有轉機 或者你會喘氣 但有年就會繼續 我會問你 為甚麼 我會想說 你十分多愛 我會想說 你十分多愛 我跟小朋友 我會想說 我會想說 好 最好 在我